今天我们再来练一次 这个常伴的 常伴的这个花卉 那今天练什么呢 就叫做三丹花 非常的艳丽 但是它的特色是有个很粗的 一个茎 这个看到了 可能有时候不知道名字 看到了之后就知道 叫三丹花 那它的这个另外一个别名呢 就叫做红白 因为它跟百合很像 但是它非常红 那叫红百合 当坏的时候你们就想 哦原来是这种花 我们现在开始 好 现在我们练的是 今天叫做三丹花 那它也叫做红百合 那也叫做中亭花 也叫做孤亭花 它总共是六半 所以凡是六半的时候 就必定是前三 后三 先画这三片的三个位置 然后再画后面 后面三个位置 我们再练习 才会练习三与六 看五它的分拌 它也是非常的肥厚 至于它的形状 包的形状 叶的形状都非常像百合 非常像百合 所以也叫做红百合 它最大特色 它有一个很粗壮的茎 非常粗壮的茎 那在这边有包它的茎 包它的茎 花一开的时候 这个茎就枯萎 掉好来了 就会变成这样 那它的叶 最重要的是 它的叶很肥厚 很肥 很非常的肥厚 好像蓝花 这种叶子 茎 非常非常像那个什么蝴蝶蓝 这种茎 在下面 那么它的心呢 一样 就是一母蕊 六个 这个 宫蕊 所以说它 在这里面也有的 像上次画的木棉 它是非常多 非常多的宫蕊 那这个磨蕊是一个 那它呢 只有六个 所以今天我们来 就来把这个 来示范起来 一样 当这有三叶 一样我们一定要 把这个圆 掌控 注意到圆和掌控 在这边做变化 你这个花形呢 就不会长长短短有变化 现在我们开始来什么 来画它 画给你们看 首先呢 我们不要用狼好笔 我们用尖好笔 用尖好 比较 软硬适中 狼豪的话 它 画这种 那个水分多一点的 比较厚实东西呢 用狼豪呢 它 除水量太少 除水量太少 那么它 它也是一样 它很厌 它跟 木棉花呢 非常的 非常的像 颜色很像 一样 我们也是很厌 我们先 橘红 前面呢 打红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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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红 好 好 看 我们先走 先抓一个三 一个 两个 可以一笔 可以两笔 也可以 外往 瑞 可以瑞 往外 先拿三了 然后再找 这个三角 再找三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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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它这个 它这个 背呢 也很红 也很红 就是 也是 要壮壮的 很红 但是呢 比原来 稍微大一点一点 但是差别 差别不大 差别不大 好 我们来看 咦 我们画这个 开口 是这样画 123 2 4 5 6 这是 我们用笔 不要怕它会压住 你就再走 它自然 它自然 会有一种 变化 自然会有变化 1 2 3 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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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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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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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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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些是已经枯萎了 它包它,然后它就枯萎掉了 枯萎掉了,这个情况就会有这种现象 它下面会有一个很丰厚的叶 很丰厚,很丰厚的一个,这个镜很壮 所以这一趟我们比较 会比较多训练一个大叶 这种叶片非常多 也很多的 就像芭蕉叶啦,都常常会这样 出现 这有两株在这里 变化 我们画了还有用闪的毛 帮助它 画它的那种虚虚的 把毛打开 就可以画出它的那个 虚虚的感觉 它在这边 开始有点分开 把它看出来 那么它的心 它的心 一样 非常挺拔的 非常挺拔 这个我们来帮助它一个 只要画一个中镜 镜就好 你可以画 画几个 几个草 好 现在我们来给大家再多画点 多画个东西好了 我加一个 比较困难的 蝴蝶 我们 只用 本来用蓝 淡的前面 淡淡淡的过去了 然后前面呢 再点满下去 下去 看 1 2 3 4 好了 不要去 不要去 不要再去啰嗦它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就用 很细的 小尖好 这个 很细 要很尖 细很尖 然后 注意到 注意到 我先画蝴蝶的身体 先画头 头一点就是一个小字 1 2 3 一个小字 头 然后呢 画三横 上胸 中胸 下胸 上胸 中胸 下胸 然后呢 肚子 肚子 下胸 下胸 就是画他的须 一笔叫到位 啊 他的精神全部在下胸上 然后上脚 中脚 下脚 上脚 中脚 下脚 然后呢 最浓的 称半干半湿 这边点 1 2 3 前面点 1 2 前面点 1 2 点1 然后他的 尖头 每一个的头 更重 这里重 嗯 1 2 点 重 点 重 重 点下去 你看 这就 这换蝴蝶啊 蝴蝶很讨好 那么你要 怎么样画 把这公司背下来 1笔 2笔 3笔 外桥锐化 1 3 4 这是在这的大 中小分枪 最最 最要 这样 这样表达 好 可以用任何颜色 都没关系 颜色我现在是用 怕耽误这个时间 我用了 我用了 你可以用蓝 可以用黄 可以用紫 什么什么颜色都 都 都可以做的 完以后呢 我们 我们需要一个 一个 一个 白色 好 好 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用 白 白 白色 一坨 一坨 不要散开 不要散开 用小笔 挤干了 挤干了 圆枝 圆枝 在上面 点在 这个蝴蝶的 后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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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点在中间 1 2 点在 点点的中间 点一下 这样就把蝴蝶的纹呢 很自然的 表达出来了 如果今天我是用黄的 那我的 我的这个 它的肚子呢 我就用蓝的 那我现在用了这个暗的 我等下肚子呢 我就用 黄的 黄的 进去 它就会 里面会 会显出来 它就会 它就会显出来了 注意到 好 现在你看啊 这个叫做 三丹花 其实我当初呢 这一组 画 当初计划里面 画低了 这个接不上去了 所以我画了两株 当初我准备画这里的话 它就是 一株上面三个 那我看 我画 画低了 我接不回去了 所以 干脆 我画 两株 出来了 所以说 有时候 老师也会 老师也会失误的 没那么注意的 但是 什么东西 都有办法去 去去演变的 都能 都能 都能演变的 最后呢 我们就是把它稍微的加一点 这个 青 绿 黄绿 黄绿 点心 大家看一下 OK了 好 各位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 画的三棺花和 蝴蝶 谢谢各位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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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转的 点赞 订阅 我们下转的 我们下转的